中央才宣布13号为解封 万华拉客的小姐们也自行宣布 恢复营业为拉客 不仅在几楼小巷里看到男子经过 就主动询问 你找小姐 现在有 现在还没有下午 万华在这波疫情当中是重灾区 曾经街道上冷冷清清 附近店家看在眼里小姐们好久不见 这根本就没有人出来 小姐出来哪有人会找 没有没有 那之前是怎样 而且太多了 之前这边这边到处都 只是眼看疫情降温 阿姨小姐伊拉克们重出江湖 也让附近的居民相当担心 关系警戒还在延长 没想到伊拉克既然超前部署 出来进行人与人的连结 难道忘记之前的教训吗 侠旧警方不止开巡逻车 也派出便衣刑警 果然9号一早就抓到有人当街揽客 从事非法交易 该你称原本经营美容店 因疫情严禁 关店围求温饱 破于无奈 于疫情警戒期间 卖于磨参 全乱依违反社会世纪 维护法 疫情裁除 疫情降温但警戒还没降 万华居民就担心 中央违解封 特种行业也跟着超前部署 要是成为破口 恐怕再爆新一波的疫情 美丽绣球花在山野间打棉机绽放 蓝色紫色 粉色黄色 花团景簇 美不胜收 这里就是台中武林农场 绣球花季到来 花朵接力绽放 但三级警戒还没解封 花开美景没人欣赏 但八号中央宣布 维解封后 园区工作人员 统统动起来 不论是餐厅还是厕所 柜台 统统都先得来个大扫除 维解封消息一出 柜台人员更是接电话 接到手软 那我们目前的话 定房制裁 大概预计于 44%左右的房间 对 那你想要定什么时候的呢 喂 喂 您好 好的 好 那请问您个大名 武林农场工作人员表示 把好下午开始 不少民众立刻打电话询问 起八月假日是否还有空房 预估订房数可以达到200间 另外清静农场和奥万大 将于13号开源 不过清静农场表示 15号才会开始绵羊秀 所有开放园区 也将遵循中央指示 进行分流几简载 环南市场跟万大的前进指挥所 一早陆陆续续 有摊商跟周边居民来筛检 必须大筛特筛 由8号开始 针对4200名摊商筛检 筛了2422个人 最新消息是有三个人阳性确诊 两例是摊商 一个是 好像是 我记得是他们自治会的成员 我所知道的讯息是这样 那已经都进行匡列了 之前都筛都是阴性嘛 那现在是变成阳性这样 那我们就是要去看说 它是 可能的感染途径到底是哪些 王毕生一早率先抵达 随后 柯文哲跟黄珊珊一起集合 要讨论市场 接下来策略 因为黑树没有抓出来 进入社区 就容易传开 上一波环南市场筛检 41名确诊者当中 一名摊商染疫 传给家中八个人 爷爷奶奶 儿子媳妇 连外其看护 一共九个人 全都感染 离奇的是 意料过程当中 这家人有成员 去确诊老板便当店 借过厕所 可能因此感染 个别的案件里面 去找到他们的关联性 那发现说 就是上次我们公布的 那个便当店的老板 还有他的女朋友 其实跟这一家人 有一些他们的家人 是会出去他们 他们的便当店 好像是借厕所 可能有这样的关联性 一人确诊没被抓出来 容易回到社区散播 要把所有黑树找出来 环南市场持续筛 九号逾越筛检数 两千零三十个人 确诊的周边摊位 踩九宫格匡列 刷检结果当天出炉 接着疫调 找出来 接过谁 谁的